因为身为一个歌手没有人会 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对我而言 可以出一张专辑 没有人会想要像任何一个人 艺人王思佳直播中声泪俱下 就是因为今年初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歌曲被说有抄袭之嫌 就是这个旋律被眼间的网友发现 根本跟南韩团体2NE1的 Come Back Home一模模一样样 而另一首歌MV拍摄手法 也被说抄袭安世奈美会 王思佳经纪公司得知消息后 不但无言还相当傻眼 表示新专辑歌曲录制和筹划 都是由唱片公司负责 经纪人表示 目前已经跟唱片公司反映 原本用心制作的专辑 却爆发抄袭疑云 经纪人说 也只能等唱片公司出面 说个明白 记者陈家好 路易锦台北报道